今天我呈現 飛了又飛 飛了又飛 Double Kill 嘿大家好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帶來的是颯枷 也是在更新改版後 第一部颯枷的影片 首先喜歡影片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我們看看颯枷這版本怎麼玩吧 颯枷整體來說呢 還是沒問題的 全服勝率呢只有48% 可是呢在全服這一強 或者高手手上 有五十幾接近60%的水準 那可以說是呢 高手玩得很強 一般呢玩呢普遍弱一點 主要是呢他比較吃操作 再來也是你進場的觀念 舉個例子呢你看這一場 敵方有拉維爾 有維拉 還有阿頓 空場非常的多 很容易斷我們的大招 所以阿進場時機變得更加重要 最理想的進場時機呢 是有隊友上 幫我們吃控制招 我們再從旁邊切爐 這邊一開始呢 敵方前期比較強是喔 收了我們的頭 但我們有半回一層 拿回一顆 還算可以 前期呢我們比較弱勢 尤其是四等前 要小心一點 前面還沒學一大招呢 我們就要三用一二連招 要利用一二技能碰撞的傷害 還有我們強化普攻 這邊暫時還打不太起來喔 如果抓阿杜恩呢是不對的 選擇目標呢更重要 以這一場來說呢 我們優先抓拉維爾 再來抓維拉 這邊節奏呢看起來就不太對 比如呢打野不該沒事做喔 這時候呢暫時打不起來的話 我們要跟隊友先拉開 保持距離 讓我們打野可以有先發育的機會 魔龍被敵方吃了 這邊要先拉開 這裡看起來是挺逆風的開局 我們還沒上四等 剛剛的節奏呢 看起來我們是偏烈士喔 應該要B站比較好 這邊先呼吸 我們還沒上四等 敵方我看到我進這個草呢 應該知道草裡有人 看這波冰線呢 敵方會不會走過來 沒有的話呢吃完這波冰就回去 但是呢 從魔龍回到中路途中 非常的黑 幾乎可能有人蹲在那 那我們就放棄那波冰線 把他交給打野 我們玩中路呢 也很常把冰線讓給打野了 打野比我們更需要經濟來灌水的球 這邊我們提米 OK 暈到敵方圍落 我們趕緊跟上 最後技能呢同時炸到敵方 剛趕過來的拉維爾 這波上當的專案呢 獲得雙殺 結果這邊呢 草裡有隻小青 被小青跟阿多恩同時蹲到 有點麻煩 先掉低個頭 目前比數4比5 還是挺逆風的 出裝於魔紋 魔紋的話呢 我們還是帶死亡出作 確保我們的斬殺線 奧威的話呢 荒蜂精靈玷污 出裝的話呢 我最喜歡用的是這一套 前面呢 魔防鞋跟惡魔微笑是核心裝 再來呢這版本 很多英雄都有回血 所以呢拘魂路幾乎是必備的 拘魂路之後呢 看情況補 5 巫妖王關 有需要的話呢補鈴雙寶珠 如果敵方太多途徑的話 需要保密 吃個魔龍 魔龍呢也是滾水球的一環 玩打野呢有多多組織 吃魔龍跟推塔的機會 我們玩中路有個好處呢 至少我們單挑不太會輸 幾乎都會贏喔 進攻完本號 颯枷是一隻單挑很強的英雄 因此呢我們可以穩住中路 中路呢是遊戲地圖中 最重要的一部分 邊線呢上塔下塔可以掉 可是中塔呢盡可能都不要掉 一旦中塔掉了呢 野區也會完全淪陷 這樣子會被敵方一直反野 經濟壓制 那我們就很難答應 所以呢我們要穩住地圖的中間 中路很重要 以颯枷來說呢算是三挑很強的英雄 比如呢我們單挑可以打贏 打野跟弗洛倫 或者是艾羅 葉娜 一些很強的凱撒路英雄 先過來支援一波隊喔 OK 快速秒殺敵方的小青 這裡呢我先拉開 我們人比較少喔 暫時打不起來 下塔呢 看我們的蘇能不能遠距離清兵 利用他聚集 維拉感覺還會怕我們 他應該不知道我們大招在冷卻中喔 下架呢 一二技能只要命中敵方單位 都可以降低冷卻時間一秒 如果命中英雄的話呢 會降低二秒 只要是被動碰撞都算 這邊暫時不能做什麼了 幫忙反個野 上台呢感覺可以拿得掉 最後一方阿杜恩過來了 中路有兩隻 法師跟射手都在 敵方在魔龍路 看情況進場 敵方維拉走位呢有點出來 OK這邊可以喔 先殺了維拉 再把敵方扎殘 潘映呢就後面抓掉了敵方的射手 那有鑽 這一波是很鑽的 我們已經沒有招了 中塔呢有點危險 幸好敵方沒有繼續推 我們來嘗試單殺這個小青 注意的是呢不要被他逼動 一直保持距離 最後把他帶走 好 OK 再來拆著他 這邊呢把比數拉開了 一開始呢是逆風開局 下次想注意呢 我們幾乎沒有吃到敵方的控制招 就算有吃到呢 大招也沒有斷了 不要在滑的過程中吃愛心呢就好 在停頓的時候呢可以吃愛心 平時呢就利用野怪 刷新一下被動 降低大刀冷卻 這邊感覺可以打起來 注意到呢只要我們發現 這樣要打架 我們就先靠近 有被武幻嗎 如果打起來的話呢 我們要找機會切路 切敵方的 維拉跟拉維爾 以這場來說呢 維拉更容易殺一點 但是呢最好同時可以切到拉維爾 如果射手不死呢 有可能團戰打一半 到最後可以打輸 找空檔呢給維拉一套 帶著維拉 OK 敵方在打人 射手埃羅在下路分推 先把敵方的小青打三 他想要壓低呢 他就不敢 突進 艾羅開個大招 過來幫忙吃個凱 射手輸出啊 通常是最高的 吃凱的話呢 最好可以幫忙吃一次 中路 OK 先用起飛 這邊再一次飛到敵方維拉 一開始呢就是五打三 敵方少兩人 多打少呢通常比較容易打贏 小青在後面 這時候敵方剩下拉維爾 待會呢我們就用大招進場 抓拉維爾那就好 OK 帶走 最後吹敵方主堡結束戰遊戲 以上是我們帶的颯枷 一隻目前版本呢 還可以的中路英雄 操作比較難一點呢 三場抓後排 還有單挑 建議大家呢要練習的話 先到一半場 多練習練習 練熟之後呢 再來排位再測試 我是尚恩 感謝你收看 喜歡影片呢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大家出門呢 記得戴口罩 減少出門 請起手多消毒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